我们现在要去学校 我跟佩佩第一次一起睡觉 竟然是因为遇到 在学校遇到灵异事件 阿飘 现在讲没关系 等一下晚上讲 你就又跟我 等我后面有时间 仔细跟大家说这个事情 下学了 大家做好准备了吗 我要开始说我遇到的灵异故事咯 再次提醒胆小的请离开 我要先说一下 我对这一类事情真的很胆小 这件事情已经过了两个礼拜咯 应该可以说了吧 然后我特意还避开了 我家跟我们学校的教学楼 主动就是常发生事情的主动 我要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会很害怕在主动遇到的灵异事件 就是因为暑假呢 我在我们学校的民音账号上面看到别人发的限动 关于我们学校的灵异故事 然后主动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比如说有人在主动吸灯以后看见货梯那边就是有黑影站在那儿 然后货梯自己在那边开门关门 我一向都是在研究室学习到很晚 常常都要吸灯以后才走 就是我自从看了那一条线洞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在吸灯以后再离开过研究室 然后有传说啊 好像是真的哦 就是某一年 前几年的时候 发大水下雨 然后把上游景美女中的学生冲到我们下游来 结果整个人就是都碎掉 还不止一个 然后放在了我们音乐系的株洞那个地方 结果那边好像就有很多故事 好我现在要说到我遇到的事情 就是某一天晚上在熄灯之前 我跟我的朋友佩佩 两个人一起要回家 然后宝洁阿姨把我们照住了 就是说 她说她很害怕 请我们两个陪她一起到地下二楼去 去喷沙虫尽 因为B2那边很黑很黑 然后也蛮可怕的 就是可以理解 而且关键是阿姨 她重生了很多次 她很害怕 但是她的理由就是说一些 嗯 她在 她说现在的怪人很多啊 就是要保护好自己嘛什么的 然后我们陪她喷完杀虫剂以后 三个人一起走向B2的电梯 还没走到 电梯门就自己开了 而且那个按键亮了 更可怕的是 我们三个人进完电梯以后 阿姨一直要按B1楼层的按键 按了好几次都不亮 我的朋友就担心有事情 他就先把门挡住 我从另外一边的按钮 按了楼上的楼层亮了 才赶快上去 就是我和我的朋友 干净就头也不回的走了 然后我们两个很害怕 结果那一天晚上我就 嗯 让他到我家陪我睡 我我们 我那一 一个礼拜 就是都没有睡好 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也都没有睡好 我发朋友圈阿说这件可怕的事情就是有人就是在安慰我说 其实是电梯的故障或者是夜间电梯开开关关的还蛮正常的 但是这种事情就是也有其他人遇过啊在猪洞啊就很可怕 还有哦为什么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很玄 第二天我们又遇到那个宝洁阿姨了 但是阿姨这次没有叫我们帮他 他请了一个男生 请了一个男生陪他一起就是做事情 就是嗯好可怕 我的八字应该是属于像比较重的人生当中还蛮少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是一个武神论子 但是我真的好害怕这种事情 现在讲应该没有关系吧 人这么多我特意选了一个人很多的地方 你有没有被吓到呢 有人可能觉得没事哦 因为我上次在在IG上面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有网友说我很胆小 好今天就这样 拜拜 拜拜